走的时候那么决局 那么无情 你说走就走 说回就回 说骗就骗 你还骂别人小心眼 我对女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给自己有点鼓起 因为女人自尊是最重要的 比漂亮更重要 就这样 渣女和前男友就情妇人 把现男友当成备胎使唤 反而理直气壮骂男友小心眼 把土壘气的痛斥女生 没自尊不要脸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想要知道更多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男生小陈24岁 女生小王23岁 一年前两人从酒吧相识 正是因为小陈的一个小小举动 让两人从此有了联系 没过多长时间 两人就成了恋人关系 刚开始这段恋情还算幸福 但没过多久就出现了问题 那么到底是哪出现问题了呢 这件事还要从小陈的一个发现说起 那一天是在我家的时候 然后他上卫生间了 手机在桌子上面放着 突然间来了一条微信 那种是什么 我心情不好 你能不能出来陪我一下 我当时看了一下是个男的 不就是一条短信吗 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出去啊 至于这样吗 小陈无意中发现 女友手机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暧昧短信 这个发现让小陈被感惊讶 到底是什么人能和自己的女友这样交谈 这个人和女友又是什么关系呢 别着急 想要知道更多 咱们还得接着往下看 当时确实没有出去 那如果我那天不在 那你是不是就会出去了 还有一次 就是我跟他打电话 约他高兴的在餐厅里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 手机来了一个电话 他帮助神经很慌张 跑出去前 然后我问他谁啊 他说是个骚扰电话 其实你现在一直都在骗我 一个陌生男人的短信 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再加上女友慌张的反应 种种的这一切都让小陈感到不安 怀疑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这一切对于女生小王来说 就是男友小心眼 感觉这点小事没必要这么紧张 但小陈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两人认识已经一年多了 交往也有半年之久 在这半年内 小陈甚至连女友的住处都不知道 多次询问都被女友委婉拒绝 所以在家长以上的两件事 不得不让小陈疑心重重 那么女友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住处呢 难道这里面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直到有一天 小陈的发现让整个事件的真相水落石出 本打算给女友一个惊喜 可结果却给自己一个惊喜 在女友的住处竟发现了一个男人躺在床上 这让小陈立马精神崩溃 差点就哭了出来 随后小陈摔门而出 所以结合这个发现可以看出 当时女友故意隐瞒住处 就是为了不让男友知道这件事 再加上之前陌生男人的电话和短信 由此可见 所有的一切都跟这个男人有关 那么这个躺在女友家里的男人 到底是谁呢 女友为什么要故意隐瞒呢 之后小陈在女友闺蜜那里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个陌生男人正是女生小王的前男友 其实早在两人相识那会儿 小王就一直和前男友藕断撕脸 然后用欺骗的方式隐瞒这件事 直到被男友发现才不得已道出了事情 要是这么来看 当初小王和前男友根本就没有断绝干净 而是背地里搞着那些不可见人的事 不然怎么能让一个男人躺在自家的床上呢 可让人气愤的是 面对男友的质问小王却倒打一耙 反倒怒斥男友小心眼诋毁自己的清白 总而言之就是不承认背叛的事实 而小陈也是一个没有心眼的男生 面对女友的解释最终还是原谅了他 之后女友也保证过不再和前男友联系 但事情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 没过多长时间令人气愤的事情再次发生 小王谎称陪闺蜜过生日 实际却再次和前男友叙旧 之前向男友承诺过的事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但小王面对这件事不但没有悔过之心 反而还理直气壮地当场惦解 就算跟前男友分手了也可以做朋友不是吗 不是你做朋友干嘛骗他 你说我跟前男友分手了 他真的可小心眼了 因为我身边的男性朋友挺多的嘛 然后自从跟他交往之后 我身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男性朋友了 明明是自己不守承诺 反而却倒打一耙说男友小心眼 由此可见 直到现在小王也没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小陈面对女友的再次欺骗 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拉着女友回家后两人大吵一架 正是因此两人从此一拍两散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提分手的人不是小陈 而是理直气壮的小王 当时我哭着 当时我真的哭了 然后我哭着 当时第一次哭 分手的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哭 然后我哭着求他别给我分手 他分手的理由是什么告诉你了吗 那时候没告诉我 最后我知道是因为他的前男友 这件事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明明是女生有错在先 可哭诉求饶的人却是男生小陈 不过从这点也可以看出 小陈对女友那是真的不舍 但即便是这样 这个狠心的小王依然不依不饶 嫌弃男友小心眼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而更可气的是 分手的理由竟是因为前男友 要是这么来看 之前小王所做的一切 就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了 很明显就是旧情复燃 而小陈却成了那个最无辜的替罪羊 那么既然是因为前男友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因为那段时间就是他也不咋你我嘛 然后我感觉他好像对我就越来越能淡了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就是我前男友一直就跟我 在一块然后就天天陪我 然后也就是挺关心的 毕竟就是好那么长时间也是我的初恋嘛 好那么长时间也是有感情的 好家伙 背叛男友和前男友就情复燃 还能这么顺理成章地讲述 这可真是厚颜无耻到极点 不过听了小王的叙述 事情的真相也已经水落石出 很明显就是小王脚踏两只船 最后又觉得前男友好 然后找个理由一脚把现男友踹了和前男友就情复燃 那么既然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还要来到节目组呢 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心里想到还是你 我觉得他不再是以前的他了 他还是跟他以前的前女友一块联系着了 对啊 你既然跟你前男朋友过 那你跟你前男朋友就好好过 你干嘛回来找我 因为我发现跟你在一块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原来自从小王和前男友复合后 发现前男友依然贼心不改 继续和前女友搞暧昧 这才让小王觉得这个男人不靠谱 所以才回头找小陈求复合 觉得小陈才是自己需要的那个人 视频看到这真是让人无语了 天下既然还有这样的无耻之徒 当初小陈哭求你留下 你依然决然的离开 现如今被那个前男友给耍了 然后又回头求小陈原谅 难道人家小陈是你的备胎吗 其实小王早就摸清了小陈的心理 不然也不能这么胸有成足的找小陈求复合 你现在还爱我吗 说真心话我现在还爱你 但是我不敢接受你 因为我怕了 那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联系了 而且他已经保证过以后不再跟我联系了 我们现在能很好的吗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真是有心机 故意利用小陈对自己的爱来挽回这段感情 而这个不争气的小陈也是让人无语 竟还能留恋这样的女人 虽说表面上说不敢接受 但实际心理怎么想的让人一眼就能看穿 此时的小王见状立马趁虚而入 向小陈再一次做出了承诺 但他真的能改过自信吗 听小王这么说 怎么总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呢 其实仔细想想还真的能对上号 因为小陈和女友的处境 跟小王和前男友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 小陈是女友的备胎 而小王是前男友的备胎 这么一比较还真是弄巧成拙呀 他把我当作备胎 他前男友把他也当作备胎 就是备胎一个加备胎 都是备胎 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备胎 备胎碰备胎啊 备胎碰备胎都是受害者呀 但不一样的是 人家小陈可没做错什么 又没跟前女友搞这么复杂的关系 其实归根结底最受伤的还是小陈 那么事已至此 小王的这次求复合 男友会同意吗 在揭晓结果之前 咱们先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你现在还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我现在知道了 他在外面又找了个女孩 他出轨了呗 对 他花心 对 他可恨吗 可恨 你现在也挺可恨 曲老师的这几句问话实在是高明 直接击穿了女生的内心深处 同样的感情模式 同样的出轨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女生身上 希望曲老师的点醒能让这个女生悔过 认清这种人是有多么可恨 你的感情模式啊 跟你那个前前男友是一模一样 借口都一样 你好好想想 他回来找你说的是什么呀 无外乎就是孩子觉得你好呗 离不开你呗 对不对 是 跟你现在和你的前男友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 你有一种花心者的态度 对待着痴心人 当然 在你前前男友面前 你是那个痴心人 说的一点没错 真的是一模一样 说句不好听的 我觉得女生和她的前男友 才是最般配的一对 因为这两位 无论在感情模式 还是性格方面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渣男渣女在一起 才是最般配的 这样就不会再伤害到别人 此时此刻 图老师也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 决定好好训斥 一下这个不知羞耻的女生 你今天的道歉 哪里有诚意 没有一声道歉 没有一声悔过 没有一滴眼泪 甚至没有一个歉意的表情 你哪里想道歉 走的时候那么决绝 那么无情 你说走就走 说回就回 说骗就骗 你还骂别人小心眼 骂别人小心眼就算了 还欺骗别人 欺骗了一次就算了 下次又来 我对女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给自己有点鼓起 因为女人自尊是最重要的 比漂亮更重要 好吧 图老师已经气得没有再多的话可言 无非就是对女生做出这样的事感觉到羞耻 换句话说人都是要脸面的 人都是有尊严的 希望女生能好好反省自己 做一个有自尊 有骨气的人 与此同时 也劝说了男生 对这样的女人赶紧放手 不要被欺骗 也不要再欺骗自己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事已至此 老师们该说的也都说了 该批评的也都批评了 结局就看男生能不能原谅了 不过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个神秘的录音 再一次让全场惊叹 当初因为受不了 可能外头的一些诱惑 男人们总难免犯点错误 我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现在就是想回来 那分手之后就是 因为什么理由 一直在去找这个地方 因为我发现 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之后 都不是很合适 还是觉得跟她在一起 是最合适的 现在这个女孩 又要跟她男生复合 你这次开始吗 我坚决不同意她们复合 她怎么能跟这样的男人复合 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 我现在要用尽一切的办法 把她再追回来 这个神秘的声音 正是小王的前男友 他所说的这段话具体 有何含义我相信 大家也都听明白了 这和小王之前说的 已经断绝干净了 完全相反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小陈听到这些话 会有什么反应呢 接下来看看 这位男生的选择吧 这个结果可真是出乎意料 但更让人不解的是 小陈竟然要和那位前男友 搞竞争 这完全就是 激起另外一个 雄性动物的战斗鱼 难道这样真的能换来幸福吗 难道小陈真的能放下之前的事 和女友长久下去吗 何况还多了一个竞争者 难道小陈真的 能把三者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吗 好吧 无论怎么样 选择全是他们自己的 最后也只能祝福了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 视频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文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